其實我覺得今年 算了也沒什麼好分享 超漂亮的 10V3公分 他們加巧克力 我真的發誓這是我 人生到現在吃過最好吃的 想到一隻馬黑王崩潰 馬黑王者伯爵乳酪 真正的伯爵味 太高級了 好漂亮喔 沒有一個宣兵多主 歡迎回來我的頻道賴馬祖父生活 現在是2022年10月底 已經年底了 不知道大家今年過得怎麼樣 其實我覺得今年 算了也沒什麼好分享 我覺得把每一天都 真的都要想成可能是最後一天來過 你會有很多事情 不會想要再拖 想要趕快去做 好 那不聊人生雞湯 今天我們要開一個很久違的開箱 就是網購 很火紅的甜點 然後這次呢 我找來的是兩家 IG還有FB上都很紅的 達克網資專賣店 分別是Bone F Cookie 還有威力甜點做什麼 他們的追蹤數都差不多在 五六萬 七萬左右 一開團就是會秒殺的 然後我非常開心的 買到了Bone F Cookie 就是這家好像是很多朋友都覺得好吃 然後看蠻多人分享 然後威力甜點也是我後來去發現 然後他是一個蠻厲害的老師 還有在上課程 我的頻道是關於甜點開箱 還有育兒生活 跟比較少分享的物理治療師的工作日常 這樣子 那如果你對甜點啊旅遊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記得繼續看下去喔 首先我想要先來介紹Bone F Cookie 這家也是我比較早訂的達克瓦茲的店 然後其實他也不是只有賣達克瓦茲 他還有賣一些奶油夾心餅乾 還有巧克力冰磚 我們先講他的外包裝 他外包裝我收到真的是非常漂亮 就是他這是三種不同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發現他外面啊 他的包裝都有不同的顏色 然後還有不同的這種圖騰 稍微仔細就會發現喔 這個圓形的是達克瓦茲 這個可能是冰磚吧 打開 哇喔 你要訂的話一定要加入他的IG或是FB 然後他會PO他們什麼時候會有釋出 訂購的消息 然後他的口味 那一打開來這個是 六入的 這是好像他們最經典的 六入是740元 平均一個要100多塊 然後他的口味分別有 馬黑歌劇院綠兩個 馬黑皇家婚禮兩個 馬黑蘇格蘭奶油焦糖一個 跟馬黑王者活絕乳酪一個 然後他 哇喔 好可愛喔 他是長圓圓的 然後他裡面的夾心也是圓圓的 然後他裡面都會附贈這種一種小卡片 然後他上面有寫說 達克瓦茲冷凍7到14天 享用前退冰5到15分鐘即可 然後他這個做的很有質感 是有點立體的 其他的話這個 這個是冰磚5個 5個545元 然後分別有 大西地香草巧克力 馬黑皇家婚禮 金萱茶巧克力 也是退冰5到10分鐘想用 最後一個是奶油餅 他都會寫得很清楚 然後一樣 他是可以冷凍7到11天 然後一樣也是5到10分鐘退冰 享用 五入600元 日本柚子夾心兩個 玄米奶霜 雙倍巧克力 還有草莓乳酪 他的運費是一律190元 就是一般冷凍宅配的價格 然後我是8月4號下訂 然後10月14才收到 但我大概等了兩個月 現在有點期待 我不知道先從哪個下手 好我們先吃他的 大西地香草巧克力冰磚 直接食用也可以退冰3到5分鐘 他這邊都有寫熱量耶 熱量也是蠻驚人的 一個大概要250大卡 包裝其實都非常的可愛 都有他們家自己的LOGO 滿滿的香草籽 然後他這邊還有印花 還有他們自己很刻意耶 超漂亮的 厚度我覺得大概直立3公分 這個 聞起來就是他的奶油味道好香 咬下去是很香的奶油味 對 中間就是冰淇淋的口感 味道太硬耶 他說有把福納巧克力耶 是白巧克力嗎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很香的味道 香草籽很香 然後上面的奶油餅乾也很香 這一個就是吃的傷口 金萱茶 很香耶 這喜歡茶味的 喔 這金萱茶香很厲害 非常的濃 然後又不會苦澀 好有層次的味道 這好好吃喔 他甜度都不甜 大概大概五六分 他主要是他有口感 很好 不會讓你覺得很快就融化 但不會讓你覺得咬不動 我們加巧克力 冰磚 好香的味道喔 馬黑茶的味道也太香了吧 好高級 哇 難怪他賣這麼好耶 真的是法國那個馬黑茶嗎 好好吃 好好吃 我真的巴士這是我 人生到現在吃過最好吃的 茶的口味的甜點 真的是屌打那些什麼 鐵觀音什麼 這個太高級了吧 而且好想要一直吃下去喔 太好吃了 要平復一下情緒 哈哈哈哈 好再來是奶油餅 這個是 雙倍巧克力 草莓奶油 原米奶霜 日本柚子檸檬夾心 然後從口味最輕的開始 日本柚子檸檬夾心 它的奶油餅呢 跟剛剛的冰磚的那個餅乾很像 然後它的餡料應該是比較霜狀吧 吃吃看 很香耶 嗯 嗯 吃起來真的有不同 這個就是冰起來的奶油口感 這個感覺會比較 有一點油的感覺 但是也不會到膩 它的口感比剛剛的巧克力冰磚來講 巧克力冰磚更扎實 我比較喜歡巧克力冰磚的那個內餡 它有內餡啊 它餅乾相對比較厚 甜度更低了 大概只有三分吧 吃看這個 草莓奶霜 草莓乳酪 好像也有內餡 嗯 很真實的草莓味 就是那種草莓乾的那個草莓味 帶一點酸 然後裡面看得出來有草莓的纖維 我好像沒有那麼愛奶油餅啊 它味道就沒有那麼的突出 跟巧克力冰磚比起來奶油餅的內餡 可能是因為奶油材質的關係 嗯 味道比較被壓低一點 然後整體甜度也會比較低 天哪都當小朋友 感冒一直心來我要崩潰 所以我講話可能比較小聲 真的長得超可愛圓圓的 大概是1比1比1的厚度 蘇格蘭奶油焦糖達克瓦茲 直接吃了 它搭配瓦茲好疏鬆喔 然後上面還有一些糖的顆粒 裡面的焦糖味蠻香的 但不會油膩 就是 吃到尾韻才有個焦糖味 然後有堅果的香氣在裡面 嗯 嗯 內餡 我覺得是介於奶油餅跟巧克力冰磚中間 哇 質感好好喔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欸 甜度大概4到5分 我覺得我可能之前是沒有吃到好吃的達克瓦茲 好吃的質感真的好好 再來吃這個馬黑皇家婚禮 它比較 顏色比較深 嗯 這就是馬黑茶的味道 跟剛剛那個巧克力冰磚 有點像 然後茶味很濃 但是是很高級的 是馬黑茶的味道 它有內餡欸 它的內餡是焦糖嗎 像 嗯 鹹鹹的欸 好好吃喔 再來是馬黑哥巨綠 嗯 又是不一樣的茶香味 但也不是抹茶 也不是馬黑茶 很清新的味道 馬黑王者伯爵乳酪 嗯 嗯 真正的伯爵味 太高級了 我看它真正的伯爵味 它佛手感不會搶戲欸 它只會輕輕點綴在那個茶香味裡面 嗯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真的一定要買Bong Air他們家的 咬下去剛有聽到嗎 那個卡滋的聲音 嗯 乳酪冰冰的好好吃 我覺得味真的太高級 喔 它的乳酪有點鹹鹹的 好好吃好加分 所以你們要注意達克瓦茲最重的一點就是它不能退冰太久 因為它的 呃 線啊 怕會出水什麼 會影響到它的那個達克瓦茲的脆度 那這四個我真的非常覺得非常厲害 我最喜歡的應該是 嗯 王者伯爵乳酪 我覺得我真的是吃到什麼叫真正好吃高級的伯爵茶的味道 我以前在吃什麼 然後再來就是 焦糖奶油 這個已經流到一個不行 很好吃 我覺得它的內餡啊跟夾心 其實是非常搭的 而且不會覺得很膩 欸 這個才是奶油焦糖 這個我覺得很喜歡 這個才是皇家婚禮 對 你喜歡茶的 喜歡 歐洲 風味的人 一定要訂風味 他們家的 太厲害了 好 接下來這個是威力甜點做什麼 它的資料我稍微講一下 大概是5.8萬追蹤 然後我是在9月27號訂 10月21號收到的 9個達克瓦茲 然後它沒有禮盒 然後一共是1040元 運費170元 然後還有9個口味包括桂花烏龍 蘭姆葡萄 地支金萱 珍果 金沙可可 還有椒糖脆堅果 蜜柚東方美人 抹茶玄米 檸檬柚子跟鹹花生夾心 特別講說檸檬柚子 因為可能是原料的關係 比較容易出水 怕會讓達克瓦斯變軟 所以我們就昨天還是前天先吃了 非常好吃 檸檬柚子的味道非常的協調 然後它的餅很脆 然後它是檸檬柚子的 妹妹你要吃了嗎 你吃第一口 酸嗎 看起來很好吃 好吃嗎 真的我要試試看 好舒服喔 沒有出水 喔 檸檬塔的那個 味道 cream的味道 喔好大口喔 很好吃耶 對不對 嗯 它裡面有味道耶 嗯 它的cream很濃厚 這個好酥鬆 然後外面有點脆脆的 但不會有吸到濕潤的感覺 有沒有感冒 好吃嗎 它中間那個是柚子 柚子 好香喔 柚子的果肉味 果肉 嗯 甜度大概六分吧 六七分 很好吃耶 好吃 好媽媽給你 太大口了 喔 它上面呢 就是都會有寫 像是 熱量 一份大概兩三百卡 然後再來就是 保存期限 可以到十月三十一 大概也是十幾天 然後冷凍取出之後 大概放十五分鐘就可以食用了 我發現它每一個裡面都有乾燥劑耶 哇 好 那我們再看一下吧 它的個頭有比BON-R再小一點點 但是它的造型非常可愛 它的餡料會呈現在它的中間的夾心 好療癒喔 這個好像是桂花烏龍 這是鹹花生 焦糖脆 筋果 蜜柚東方美人 金萱什麼 我的 我們從最淡的口味 我覺得應該是焦糖脆堅果吧 這個 吃吃看 哇 它有金箔嗎 我看它的金箔耶 好誇張喔 好捨不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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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堅果超香 它的餡料好厲害好厚 我覺得它的配料很用心 它是可能有用焦糖還有什麼鹽巴去炒 很香之外就是鹹鹹的 很有口感層次 雖然很厚 雖然很厚 但也不會覺得說很膩 它達克瓦茲 以本來喝 再扎實一點點 然後 感覺外皮的脆度又再多一點 我覺得以達克瓦茲本身 威力甜點的 我比較喜歡 這好好吃 第一個就好好吃喔 桂花烏龍好了 還有一些花看得出來 茶香味也是濃到不行 中間也是有餡料 它烏龍好濃喔 是微苦的那種但不會澀 中間應該是桂花醬嗎 桂花的香味 桂花釀還是什麼 一口下去真的很享受 它甜度也不會很甜 大概六七分 它餡料都不甜 但它達克瓦茲本身 應該是比 崩蕭盒再甜一點 它達克瓦茲外殼 好像有稍微酥一點 茶味都蠻濃的 接下來我們吃個花生好了 好 吃吃看 哇它是帶點鹹的花生 不會很膩 很浮沿花生醬的味道 再來蜜柚東方美人 吃吃看 我知道了 它達克瓦茲就是很扎實也很厚 跟崩蕭盒比它的 咬下去就很有存在感 然後也比較甜 它的蜜柚 跟東方美人的味道 沒有一個宣冰多主 他們都好會調那個 內餡的那個味道 就是又濃 又不會太甜 然後又搭 這個是蜜汁金萱 最後一個 這兩家的金萱都好厲害 金萱原來那麼好喝喔 跟我們茶都喝到比較苦的 它的蜜汁應該是蜜汁醬吧 應該是蜜汁口味的 類似麻糬吧 它的茶味非常濃 我很喜歡 好 我要快速講一下剛剛我也崩潰的戲 反正就是今天 兩個小孩一個比賽 然後一個說夢話 反正兩個睡覺互相影響 然後今天就一直進去紅 一直出來 一直進去紅 大概出來四五遍 真的是我史上最崩潰的錄影 還有就是直播 總結的話呢 我真的是活在象牙塔裡面 真的是沒有吃過這麼好測達克瓦茲 這兩家我覺得它的特色不太一樣 本來的Cookie呢 我覺得它非常令我impressive的 就是它使用馬黑茶系列 去做它的餡料 它餡料非常好吃 而且它把餡料做的不淡不甜膩 然後把茶的這個質感跟層次感完全帶出來 吃的當下真的太驚艷了 然後我非常推他們的達克瓦茲跟巧克力冰磚 我覺得這兩個吃起來口感我都蠻喜歡的 但是奶油餅我覺得就相對比較普通一點 然後再來味力甜甜做什麼呢 我覺得它是比較厲害的是口感 它的達克瓦茲呢 就是相對來講比較膨 然後也比較有彈性 然後外面酥脆的感覺 比本味和Cookie再明顯一點 所以它本身是你一咬下去 會先吃得到達克瓦茲本身的很棒的口感之外 中間的餡料它也做得非常好 它的餡料就是比較一般台灣吃得到的 比如說像是金薰茶或是東方美人這些的 還有花生 所以吃起來口味上比較沒有那麼的令我驚艷 但是它還是非常的好吃 就是你一咬下去還是會有哇很幸福的感覺 這兩家的取向是不太一樣 但是我覺得都一定要吃看看 我的影片結束 如果你喜歡的話幫我按喜歡並且分享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你有沒有吃過這兩家的甜點 或者是你有吃過其他家也很好吃 很厲害達克瓦茲的專賣店呢 歡迎跟我討論 如果你喜歡的話呢 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在媽祖父生活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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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